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那怎么做分析 首先第一件事情 绝对是用常用底下的格式化为表格 为什么 这个常用底下的功能很多人都不用 好奇怪 真的非常奇怪 常用 绝对来说好了 请问你家西装多 还是一般的家居服比较多 家居服 可是家居服你不穿 天天穿西装 可是西装又只有那两套 那是不是很奇怪的事 所以真的请你们注意 常用底下的功能一定要会用 像我们刚刚握的 是不是一直在介绍常用底下的样式 真的要请各位 一定要有这样子一个观面 好 点选格式化为表格 随便你设任何一个 点它 确定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就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像例如说 这边是不是有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那我可不可以再衍生出一些 例如说年 这个订单是属于哪一年 所以我稍微简单教你们一下函数的应用 函数应用当然就是用什么 等于year 然后刮胡它说放一个serial number 那当然就是日期 放日期 例如说我现在要放是什么日期呢 好 这边是不是有订单日期 请注意我放的是订单日期 在上面一点点 它变成什么 它变成一个细细黑黑的那个箭头 这是代表什么意思 这是代表整个订单日期 蓝 整蓝 但是有些人会选到这一格 我要解释一下 这格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以前你们用传统的方式来去做选取 这是不太好的方式 因为我们现在都把那个 year都已经提升到 不是用储存格的观念 而是用一个表格的观念 表格 表格里面我们很少会去计算到储存格多少 这个储存格多少 而是说什么 整蓝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整个订单日期 排成一个array array就是一个阵列 第一个 第零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什么 像例如说 第零个是2016年1月1号 第二个是2016年1月1号 第三个2016年1月1号 以此类推 这个就是指其中的一个 我们要做 几乎已经没有人在做储存格了 所以要选 不是选整蓝 这个C冒号C整蓝 那下面有一堆空白 那你不是在计算的时候浪费处理空白的时间 你要求他 例如说 我要求 我今天去跑一个资料 我要求 我不管是谁 只要是有那个北这个的人 全部都要来去做台大 做筛解 那这样的话会把 比如说新北市的人 是不是也找过 不是这样子的观念 而是我要做 应该是只有整个我的资料 我的资料就在哪里 在这里 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上面一点点 这边点一下 这就选到整个订单日期这边来 然后又刮复 enter 这样的话是不是整个 整个那个衍生资料就被我们算完了 好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当然继续回去 再把G 月算出来 好 那月 G的话是quarter quarter四分之一 那个quarter 然后月是用month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接下来应该要去理解分析这一块 怎么分析呢 首先我们一定是用插入底下的 数没有分析表 插入底下数没有分析表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有看到表格一 这个地方就整个表格一 好 抱歉 我忘了提供那个提高工作效率 你知道这边提高了很多工作效率 首先例如说你看我 我把这个卷轴往下卷动 你有没有发现 本来 本来这边是不是第一列是我的标题列 往下卷动 你有没有发现 他就把那个标题 直接锁定在那个刚刚 那个ABC 就直接换掉 以前你是不是要花时间去找什么固定 那个栏位 现在不用什么冻结栏位都不用了 还有 假设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排序 排序 排序 假设我 我依照客户名称做排序 客户名称 所以我点选 点选客户名称 右边就可以找到 你以前是不是在上面找功能 那个时代早就结束了 好 尤其我在教大数据分析 我们几乎就全部都是在这个资料里面来去做 就可以了 好 点选客户名称 从A到Z 我们就常查字典 你一定从E这个笔画开始查 所以一定是 客户名称 文字性质一定是A到Z 就是从E开始查就对了 好 那当然了 如果说以行记录 第一笔记录第二笔 那当也是有效排到大 那请问你 日期呢 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绝对是什么 旧排到新 这都固定的没有什么例外 没有人是先排2016再排到什么 我刚刚应该选旧到新 就是这整年2016年1月1号到2016年的12月30号的资料 都在这边 好 那我们现在就简单的说就是 你不用在上面再去找东找西了 那些寻找功能的时间都节省下来了 好 好 好